Hello大家好呀,欢迎回到百科的厨房 三部星辰斗士中迪奥的世界外反派最强的替身自然是可以吞噬万物的亚空瘴器 作为空间类石战派的代表,亚空瘴器的真实战力根本无法用替身面板去衡量 荒木也曾表示在设计这个替身的时候参考了虚无以及无限的概念 这几个字已经足以说明亚空瘴器多么的强大 亚空瘴器嘴巴内是虚无空间的入口 这个空间可以吞噬掉替身本体外的任何物体 亚空瘴器可以通过吞噬本体的方式制造出完美无缺的战阵 因为在这种情况这个替身已经从我们这个世界消失 唯一的连接处就是黑暗空间与我们这个世界的入口 除了一态的空间抹除外恐怕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攻击到化身虚无的亚空瘴器 银色战车的利刃可以刺穿不同的维度吗 白金之星的欧拉可以打破空间的壁垒吗 迪奥的时间暂停能够威胁到藏身于虚无中的瓦尼拉艾斯吗 答案是通通不可以 不论是单纯的物理攻击还是天气预报 红色魔术师这种可以操控气候火焰的替身 都没有任何办法伤害到隐身状态的瓦尼拉艾斯 如果运气不好你恰好攻击的方向是他的嘴巴 你人可能就直接没了 只要不露头一直盲盒攻击的话 亚空瘴器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空间橡皮擦 能够与它相抗衡的恐怕只有两个阵魂曲 以及爱之列车和奇迹于你这种外挂替身了 仅考虑替身能力和攻击模式的话 我甚至觉得亚空瘴器要比迪奥世界还要强大 对比三部星辰斗士 四部不灭钻石更强调替身能力之间的对抗 单看正面战斗的话 星红辣椒的综合战力要远强于 脊梁脊引这个普通的上班族 替身面板方面 星红辣椒是白金之星后第二个拥有五维面板的替身 尽管一直都被人叫做五维支持 但辣椒的真正实力早已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除非白金之星能和旁白描述一样媲美光速 不然最强的五维面板肯定是满电状态下的星红辣椒 星红辣椒不仅可以通过吸收电力强化自身的力量 它还可以依靠电缆高速移动 甚至还可以将其他生物强行拉走 比起正面战斗 我觉得这才是星红辣椒最让人恐惧的地方 只要有电线 它的力量就不会随着距离而衰弱 学过中学物理的应该都知道电流的移动速度有多快 如果让星红辣椒掌握了你的位置 除了可以自动防御的替身外 应该没有人可以躲过星红辣椒的暗杀了 瞬间移动到你身边再把你拉到高压电线 因实名但凡有点脑子也早把占住一行人干掉了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星红辣椒是对抗天堂制造的第一人选 在重启宇宙前天堂制造的速度不可能比星红辣椒更快 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 作为一个靠谱的合成幽灵 听说三联支持可以让百科早日变成人类哦 黄金之风中除了可以删除时间的红王外 不论是波尔波的黑色安息日还是队长的金属制品 都有着非常强大的能力 但要评选最强的话 我想大家都会把票投给恶名昭彰的贝格 作为周周中第一个拥有无线面板的替身 贝格不仅可以吞噬外部的物质不断地生长 甚至还可以吸收替身这种精神能量 由于本体卡尔涅已经死亡 贝格这个替身某种意义上是无解的 理论上只有亚空瘴气轰炸空间这种替身 才有可能把贝格彻底杀死 但这也只是理论 以前大家都说可以让第四四拉人把贝格烟灭掉 但我仔细想了想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的卡尔涅已经死掉 你就算再拉来一个卡尔涅也威胁不到贝格 至于说替身是否同样发生烟灭现象 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就算可以你也要抓一个有着同样能力的贝格 那么你要如何才能抓到可以吞噬自己的替身呢 周周十之海虽然是替身史上的神魔大战 但最为夸张的两个替身 还得是让幻想变成现实的 波西米亚狂想取和能够让灾难重现的地底世界 我一直都不太明白按照最早的理论替身是一个人的精神体现 昂格鲁这个人怎么看也没资格创造出如此强大的替身 人类的想象力是没有上限的 所以波西米亚狂想取能力也是没有上限的 它是周周中第一个真正可以影响这个世界的现象及替身 它可以让全世界出版物中的虚拟角色变成现实 想象一下这个世界有多少比替身更夸张的作品 高次元盒子一旦叠起来 分分钟钟就可以让十之海彻底结束 天堂制造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超过巴里艾伦 只不过昂格鲁并不能自由操纵这些复活的虚拟角色 否则的话就算把奇迹与你和艾之列车拉过来 恐怕都无法阻止他的疯狂 一旦被复活后的角色拉入到作品的世界 那么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无论你如何挣扎反抗都无法改变故事的结局 除非你可以和天气预报一样利用Bug创造出一个故事中的故事 迪亚哥的骇人恶兽虽然在正面交手中压制了五位面板的第4C 但综合对比替身面板与能力的话 标马野狼中瓦伦泰外最强的反派角色还是来自平行世界的迪亚哥 如果一开始就全力以赴的话 迪亚哥的世界是可以轻松猎杀乔尼的 在替身面板上迪亚哥的世界同样有着力宿双的属性 射程范围高达10米 如果在这个距离发动时间暂停的能力 乔尼是根本没有机会反击的 时间暂停可以说是命运外最强最无解的替身能力了 不知道是花花太盾还是后来的角色越发聪明 随随便便就能分析出时间暂停的真相 并迅速找出破解的方法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多多支持哦